就他们生产的汽车和另外一家这个工厂 生产的汽车 要比个好坏的 谁的性能好 对那怎么办 那只能比一下 大家知道了 你好你坏 那发展到美国福特 它的销售理念呢 就是说一般赛车都在周末 它是周日赛车 周一卖车 那就是周日老百姓去赛场上去看看赛车 一看福特赢了 那周一说就决定了 就肯定买福特 不会买西斯兰 这大概是这么一情况 那到了后期发展呢 这种赛车对这个产品质量的直接的这个指标性的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赛车工业的发展跟民用车已经是完全是两个方向了 它当初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促进民用车产品 新技术当时是优先用在赛车上 然后会返回到民用车 那现在因为赛车技术啊 还有安全规则的限制呢 还有技术发展手段的限制呢 民用车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指标比这个赛车还要高 只不过现在是赛车跑得快 它的动力大 油耗高 完全都跟这个环保都已经都不太贴切了 所以说呢这个IP国际器链也考虑这个问题 在比如说IP像今年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混合动力 它已经把那个 Curse系统 对引入到IP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Curse系统没法回到这个民用车 那现在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就是WRC里面的福特 它现在用的品牌是福克斯 但是你民用市场上 你是买不到四驱福克斯的 它那个四驱版的仅供赛车用 除了这个车身壳子 是福克斯之外 死车非比车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您说到这个厂商的参与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市场是很好的 因为以前除了福特日产之外 很多是这种私人的小车队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企业啊 甚至包括海马 华晨这样的 包括自主品牌企业 但是很多厂队出现在了汽车赛车上 这个呢汽车 它的市场 在一个地方 它要分几步走 第一个它现在要推出产品 它推出产品以后呢 它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是售后 就是说这个产品出来以后 它的服务质量 那它的第三个要考量的 就是汽车文化 赛车只是汽车文化中的一部分 它呢 是把双刃间 可能会把你的产品的质量提升 就是形象提升出来 那是在你 在赛车上取得好成绩的情况下 对吧 那如果你要是 能取得好成绩呢 可能就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厂家在参与这个汽车 律动上也要也要慎行 没错 还是很感谢黎叔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评论 我请您来 也是因为您报道过很多 国内外的各种各样赛事 通过比较 就可以比出我们目前 在这方面的一些缺陷不足 以及以后我们应该往一个什么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下来来